探尋古佬失傳秘術 規探玄妙天地人間 歡迎收聽喜馬拉雅FM出品的奇趣圓幻小說 《失傳秘術 趕蟲詩 語版》 作者哈姆曹灣 播講曉奇 第八章 霍電紀三寨刑 1 上次提到那宗禍因為我的三滴血解決了 但我爺爺病低了 他硬是自責 心事重重 不用一年就病死了 其實這件事又不可以全部歸咎於我爺爺 若非要追回最根本的原因 那就要講講我爺爺和魯哈姆的歷史 講起他兩兄弟要從民國時期 我們當地的小軍佛霍電紀講起 直到現在在我們當地有些歲數的老人家中 講起霍電紀三寨刑是沒有人不知的 是甚麼三寨刑呢? 一寨藍天閘 二寨狐狸粉 三寨長蟲墊 霍電紀是土匪出身 在民國時 魯北海邊有很多土匪 因為這裏有土匪之身的幾個必要條件 第一 是地方大人又少 這個地方有很多鹽骯爆錨 搭一隻小船躲在盧偉堂裡很難找到 那些海潮溝交錯中環 如果過來抓人的官軍放火燒麻的話 隨便餐一隻小船入海潮溝就可以進大海了 雖然小船不可以進深海 但那些武術的官軍都只能在岸邊大聲嘆氣 第二就是這裏有很多攤土 物產很豐富 那些土匪平時可以吃飽過肚 其實當年的土匪不像現在電視劇中演的 可以大碗飲酒 大塊吃肉 動一些就說什麼大當家 二當家 當時在民間 叫土匪叫老缺 可能是說他們缺德的意思 做得老缺的 多數都在家裡沒有飯吃的單身寡老 做老缺都只是為了找一口飯吃 而且老缺的日子不太好過 綁票雖然是他們的主業 但綁票剩下的錢 多數都要用來買槍枝彈藥修補船飯 又或者在青王不接時用來救急 但多數老缺連飼養的衣服都沒有 尤其是靠搶衣服來穿 遠遠看上去 他們的衣服七零八落 就好像丐幫開會 所以那些老缺在蘆葵、海潮區裡的食譜都很另類 魚是他們的主食 去到春天 可以去到沙灘執些貝殼類的食物來吃 夏天捉青蛙 秋天捉過冬候鳥 天鵝大眼之類 甚麼都吃 去到冬天 先出來打劫村莊 綁票 搶糧食 甚至有些老缺還會在海邊開荒種地 有個人曾被老缺綁票 在海邊的荒地停留了三個月 據說 吃了整個冬天的泥秋乾 由此可見 老缺都是野外生存專家 其次才是土匪 當年的老虎貓和之前提到過的丁叫花 其實是師兄弟 他們倆一起由荷蘭山追蟲來到山東地界 丁叫花沿著黃河南岸走 而老虎貓才十多歲沿著黃河北岸走 丁叫花被人捉過壯丁後 老虎貓便沒有食物 於是便去到海潮溝找食物 趕蟲這個職業是屬於暗沙門 是個臭豆腐行 外表看上去不是那麼光鮮 也不賺錢 不過內行的人才知道裡面是乾坤 聞起來很臭 但吃起來很香 有些前輩用十年時間趕了一頭蟲 或者可以殺蟲取寶貝 又或者可以驅逆那隻行蟲 反正這輩子不用再趕蟲都可以硬硬腳 那些寶貝或者蟲叫牠賣都不肯賣 趕蟲人很明白的 錢財只不過是紙 寶貝才是日子 都是留給自己用的 至於怎樣用 那些就是後話了 趕蟲人幾十年餘一天 在外面很漂泊 經常都是沒有衣服穿沒有食物 所以要有一種走到邊吃到邊的本事 於是都傳了一套獨門秘術下來 叫做食四方 其實這門賀文的核心是一句大白話 就是怎樣去找食物 當日老虎貓在海潮溝附近 下了個蟲子用來蟲 蟲是一種大型的鳥類 在文國當時是按十六兩一斤 蟲分大小 大小的蟲有三十八斤 翻到這樣一隻蟲 半個月的火石就有著落 所謂翻車子 就是用樹枝 頭髮絲和細麻繩做的陷阱機關 放一隻小蟲放在翻車子中間 招一隻蟲過來 一吃那隻小蟲 翻車子就可以把他的頸套住了 在繩尾會綁著磚頭 要求磚頭的重量剛剛好 令那隻蟲飛不起來 然後等那隻蟲在地上點來點去 點完之後人再上去捉住它 因為蟲這種掌有一種很特別的功能 叫射噴 其實自然界中 凡是兇馬琴類 過了七兩這麼重 就可以捉大鳥 所以就見到海東青可以捉天鵝 海東青不過是一兩斤這麼重 但天鵝有二十多斤 不過再大隻的蟲蟲也不敢捉這隻蟲 因為蟲可以射噴 如果那些糞便黏在蟲蟲羽毛上 那隻蟲蟲就永遠飛不起來 同樣的道理就是 如果噴在人的頭髮上 人就會禿頂 如果射到眼裡 眼睛就會黏 所以要等它把自己的糞便射完再捉 要捉這隻蟲的關鍵學問 其實是要識天文之地理 例如 凡是有羽毛琴類 晚上睡覺時 沒有順風來睡 全部都是易風來睡 大大小小都是這樣 大小的琴類 大小的琴類多數是躺在螢風波 大小的琴類多數是躺在背風波 另外還有色體蜂蜜 例如日頭時 烏龜出水 頭望向南邊就會是晴天 頭望向北邊就會下雨 晴天就有晴天的觸法 下雨天就有雨天的觸法 又比雨 晚上聽到黑魔的叫聲 又乾又響涼的話 這樣就是天情 如果黑魔的叫聲 好像含著水一樣 這樣就會下雨 還有最基本的 雲向東邊飄 這樣就會吹大風 雲往南邊飄 大船就可以出海 因為風平浪靜 雲向北邊飄 就有大水 雲向西邊飄 這樣要帶雨衣 如果日頭 太陽蒙茶茶有日雲 這樣就會下雨 晚上 月亮蒙茶茶有月雲 這樣就會吹大風 月雲缺口方向 就是風來的方向 以上這些都是食四方必備技能 後天時 明地里 枝風物 解蟲繩 在陰陽悔明之間 望索盈規之際 裡面藏了乾坤七十二手 不可以不知 老虎貓是一個趕蟲人 雖然就通曉乾坤七十二手 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他在海潮溝這邊江湖裡 就是個傻人 老缺雖然是土匪 但在海潮溝殘存幾百年 當然有他們的生存之道 自從明代的城發年間 在海邊炒鹽窩子的時候 老缺就開始搶鹽箱了 當時搶鹽箱賣絲鹽叫做窩丹 又叫做炒鹽窩子 都是那群老缺最輝煌的時候 後世歷代都不停圍剿 但這群人很正於消息埋伏 有自己很獨特的一套預警系統 所以也很難捉 他們的預警系統方法是這樣的 首先刮取泥灘表層 三層首枝這麼厚的淤泥 然後將一殼淤泥兌一殼水 調勻後擺到膝蓋 而那些膝蓋的膝蓋 大個沙粒小個裸殼 所以叫做絕裸膝 凡是在泥裏的杯裏 無論大小 全部都在膝蓋裏 他們選擇大的來食 小的裝上麻袋浸在水裏 即是有很多麻袋 然後再全部拖出來 把綠豆這麼大的裸子 沿著自己地盤外的水域泥灘 密密麻麻麻灑了一圈 搞到食裸的小海獎 跟著飛沙過來 密密麻麻麻排成一條線 他們在找裸子吃 一旦有人過來 那些小鳥肯定嚇到飛起 那些老缺 在盧偉蕩之中 一眼就知道 肯定有人過來侵犯 這些裸子五天灑一次 可以起到很好的預警效果 有些小海鳥記憶來很好 試到甜頭之後 今年過來食 明年還會繼續過來食 而且這種密食的地方 還會嫁給其他小海獎 至今 我們當地叫這些海料召集的地方 還是叫做老缺線 所以 老蝦毛一到海潮溝 就被那群老缺發現了 老缺在暗處 他在明處 所以他完全不覺得 一開始 那群老缺 看見他衣衣藍樓 看怕他很窮 知道是個生育 沒什麼游水 本來不想理他 但觀察了三天後 發現這是個人才 那群老缺 盤據在海潮溝成幾百年 根本沒有人捉過一隻舖 據說舖這東西 就不可以用槍打 他在一里地之外 就可以聞見火讓味 這東西連鷹都不怕 所以幾百年來 老缺的食譜中 是沒有這項 見到老缺一個人 在海邊 嘴唇流油 於是那群老缺 就心動動動 接著把他綁了票 硬拉他入火 老缺看到這群人 殺人不眨眼 於是敢怒不敢言 勉強入了火 老缺被迫入火的那群土匪 大頭的那個叫齊狐子 據說跟老缺挺好談 做了一陣子後 老缺還沒有釘繳花的音訊 所以都唯有跟著那群土匪混在日子 有一年齊狐子出門打劫村莊 鬼師神差地來到我們家 當時是我大爺爺辭家 爺爺還在讀書 家裡有180大某地 一大某是等於今天的三某 每年都會種高粱、豆子 可以進鎖幾十塊銀圓 都可以說得上是富裕之家 過了秋秋後 我的大爺爺很喜歡出門打毛 所謂毛了 其實就是野兔 所以兔槍也叫毛槍 其實就是火藥槍 火藥分為靈藥和炸藥 那些火藥槍是用銅皮來製造的 靈藥引火 槍管內裝炸藥 再填鐵沙 那時候槍管不叫槍管 叫船風跑 準星叫天星 板機叫賭屎鬼 槍拓叫座山 靈藥引火叫鬼開門 打野兔的時候 當那隻野兔是順著船風跑的方向跑 這樣叫直躺子 當那隻野兔是垂直於船風跑的方向跑 這樣叫混躺子 有講究的 直躺子打尾 後手三分虛 混躺子打頭 前手七分實 這是大爺爺傳下來的 他當年那隻毛槍但無虛法 很有名的 如果剛剛下雨雪 天氣好好的話 他帶兩隻狗出去 一隻掩護一隻趕 將那些白色野兔激發起來 從來都沒有試過 開由我大爺爺的槍下走得掉 但大爺爺性情很耿直 又很火爆 閉就閉在他的槍法好 當年那些老缺最厲害的時候 人家家每到晚上肯定出去睡 但大爺爺似著藝谷人膽大 每天都在家裡睡 日後見到鄰舍 還在笑人家 說自己又賺了一晚便宜 山洞這個地方挺邪的 有時說什麼就什麼發生 有一天晚刻 齊胡子進村 村裡沒有人 只剩下我大爺爺一家 大爺爺聽到在院子裡有動靜 於是拿起槍站在門後面 暗暗說 你們進來我就打死你們 大爺爺說的是鄉下話 但那些老缺就不傻 誰會傻間間喝屋 人家統開槍子 吹了一陣迷香全都解決了 接著綁走我爺爺爺 按照那些老缺的傳統 統開槍子是用槍的 但在他們裏面 老缺帽才配藥 這樣效果好還省工夫 被土匪綁走爺爺爺之後 我的大爺爺開始到處找雪票人 當時有個行當叫雪票 其實就是那些土匪和被綁架家庭的中間人 幫忙來回傳話 討價還價 居中調停 我的大爺爺找的雪票人叫宋金牛 而宋金牛的老婆是一把咸魚嘴 他在說話時 嘴裡有一股好騷的味道 齊胡子是個土匪頭目 但他也挺有性格 他最怕吹沉 當時齊胡子去到宋金牛家裡拿錢 而那個宋金牛 居然在我們家屬票的錢 才給了他的扣子 用來放短期貸款給予人家 宋金牛的老婆拿著碗粥 喝到吉利咕嚕 在吹吹吹吹跟齊胡子說 哎呀 你們急什麼 不允許人家賺錢嗎 那些錢遲早都會給你們 齊胡子醉著人家吹沉 聽到他這樣說 從腰裡拿了一把七音紙 也就是一種 裝了七發子彈的老式手槍 一槍把宋金牛的老婆打死了 那些老章耍得整地都是 然後他就走了 宋金牛嚇得賴屎賴屎賴 把我的錢連本大利還給大爺爺 這輩子都沒有再做過雪票了 但是這樣就害死大爺爺了 他就算跑斷腳 再也沒有找到其他雪票人 都因為這樣 爺爺在那群土匪的船上 一住就住了三個月 不過人之間的感情 相處一下就有了 日久天長 齊胡子見到我爺爺 懂得寫東西又懂得計數 於是有心招他做的先生 爺爺當時是個進步青年 不像後來那麼落魄 他當時一心打算去廣武堂讀書 但是我的大爺爺很害怕 他一進入學校就要當兵了 當時有句話就是 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 於是就將他送入鄉下的紅昌會學校 每約到什麼紅英昌英子紅 東莊出了個黃小龍 爺爺的學問其實比學校中的先生都要大 所以他有心離家闖蕩 但是外於倫理剛常不敢走 齊胡子一說要招他做先生 他就想了當時天下大亂 反而有心棄民從武 不如由土匪撈起 說不定有大好前程 於是跟了齊胡子 做起了拿著槍指著地主要銀兩勾檔 後來齊胡子把地主的兒子聚了危肝 所謂聚危肝就是撕票 將人綁在船帆上升到危肝頂 然後架一條繩 任由那個人從頂上跌下來踏死 而那家地主都夠硬頸 傾家蕩產都要取齊胡子的命 他買了三家老缺幫要過來殺齊胡子 叫做三家打齊胡 我爺爺看了一個機會 勸齊胡子投奔霍電紀 霍電紀當時是國軍一個女長 她也是土匪出身 食著軍響招兵買馬 但就是不抗日 完全是一個小軍佛 霍電紀和齊胡子一見如故 二爺爺和老虎貓都分別任職 如果沒有意外發生 二爺爺和老虎貓 或者可以成為中國歷史上的名將 誰知道當時有隻奇蟲過境 老虎貓一時手癢 令霍電紀一站藍天閘 而整件事的起因 在霍電紀的核區裡 捉了一個叫做袁大海的江洋大島 本集已經播講完畢 多謝你的收聽